我剛下機說有什麼案件在拍攝 拍攝車廠單訴訟 你在北京都應該留意到 他想利用你和對方代表律師的關係 盡快達成和解協議 那對方的代表律師是誰? 李師傅,張強 喂? 張強?Matha 你有沒有時間出來見面? 答錯 他先救你 看來贏這個就該搞不定他 沒人比我更清楚張強這個人 他不肯聽我的電話 我覺得才有機會 梁先生,我幫你想過很多辦法 要推翻這次的誹謗 我覺得機會很低 你在電台上拍攝對方是商隔人渣 這四個字已經有幾十萬聽眾聽得到 不過我也會盡力幫你 把對方的索償金擔到最低 他哄我入局做生意 騙了我大本間公司 騙我的時候每天跟我說四個鐘 現在我說了四個字 一續個字和我收一千萬 你和對方生意上的糾紛是另一宗案件 和這次的誹謗官司不可以丟在一起 如果你沒有實質的證據 證明對方是你口中的商隔人渣 這四個字已經有機會構成誹謗 林敬龍和他的特區律師已經在上來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盡快達成共識 如果我要求對方把補償金碼 調低到一千萬 梁先生,你沒什麼接受 希嫂,林敬棠的律師已經來了 我安排了他們在層樓A 梁先生,你還有五分鐘考慮時間 她說兩邊都站得很硬 但我想這宗案件還是要上司 她不是說卓sir下了訂單 這宗案件一定不可以上庭 今天一定要結束 搞不定,怎麼跟她爸爸交代 人家是太子女 就算這宗案件放上庭 輸掉也好 卓sir沒理由會踢女兒出公司 輸掉這宗案件是今年第五宗案件 我怕卓sir連離婚案件 都不讓她處理 不會這麼嚴重吧 不如大家一起想想 還有什麼辦法幫希嫂吧 Muffin,早安… 今天齊了 你們的手信都給我一遍 待會她會分給你們 謝謝 Hazel呢? 你回來就對了 Hazel在房間裡談論訴訟 卓sir還給了一個暫時 在她的確確今天之內 一定要設立案件 是嗎? 你幫我的好姐妹想想辦法吧 兩個當事人都站得很硬 你知道我Hazel一定搞不定 我只當她好姐妹,我才對她有信心 Hazel,你稍後拿Hazel的訴訟官司的資料 給我看看 趙安哥,林先生 是你,Hazel 你的當事人呢? 梁先生在隔離房,她的情緒不穩定 所以我代她離開這次這個會 對了,你爸爸有沒有跟你說過 那三千萬? 相信你當事人沒問題 我當事人願意就這次的誹謗事件 向林先生作出賠償 而她的賠償金額是一千萬 她同時願意在五份報紙上 在路刊登道歉聲明 五份報紙加起來的總銷量是一百萬 她絕對有誠意 跟林先生力特成和解的 三千萬已經是我底線 小一個崩子我都不會收 Hazel,你怎麼跟你當事人談 你知不知道你現在浪費我當事人的時間 我明白我當事人在電台所說的事 是會令林先生的聲譽受影響 但我想問你,林先生 你的損失真的值三千萬嗎? 我當事人是三間賞事公司的董事 在商界上亦有頭有臉 你知不知道每一年 跟她合作的人說公司有多少? 商界人渣四個字 就算她損失一宗交易 那條數也不止三千萬 林先生,五份報紙的頭版 最少有一百萬的讀者可以看得到 就算你聲譽損失多少 我覺得也可以清醒得上 我還查過近五年 最高賠償今晚的五宗誹謗官司 某一宗的金額是超過一千萬 一千萬對我當事人來說 已經是最腹黑的懲罰了 我不管她賣報紙也好 在電視台賣廣告也好 總之商界人渣這四個字 值不值三千萬 就上到法庭一個官律判了 如果這宗官司擺到上庭 只得一個字,是丑字 你爸爸不想你出走 只要我叔叔也不想 你可否告訴我 在法律上誹謗的定義是什麼? 梁沙的說話已經直接貶低了 我當事人的公眾形象 也造成她金錢上的損失 你是不是很應該再考慮清楚? 打電話也不接,中了六合彩 不用做嗎? 失眠了,Pet姐,晚點才回來就不行 你還睡?原來死者李嘉勤看意外 之前曾經想買一份人壽保險 你怎麼回事呢? 為何她老婆沒有跟我說? 她消息給你,你給她聽聽 當然是保險經紀 保單已經談到七七八八 是因為出事,所以才買不成 她有沒有說過為何要買保險? 沒有 她做了身體檢查嗎? 還沒做就已經出事了 她有沒有跟經紀說,或是心上病? 沒有,什麼都沒有說 幾十歲人,怎會無緣無故買人壽 她當然知道自己有事 KCL說得對,她可能真的有心臟病 她想把錢送給老婆 又不想我老婆擔心 不就不跟老婆說了 夠了… 買一頓保險而已 不代表她真的有心臟病 總之你跟銷售說 她無論什麼事也好 都別說李嘉勤曾經找過她,明白嗎? 你別這麼肯定 KCL可能真的沒有說謊 你知不知道一個人說謊的時候 眼睛會滾得很大,斬也不斬一下 KC跟我說死者有心臟病的時候 她沒有斬過眼 那就是說我一定是對的 這宗官司我贏了,好嗎? 以你當事人的經濟狀況來說 三千萬她還可以嗎? 對不起,趙叔叔 我想我應該堅持我當事人的立場 林先生,我希望… 是,不說了…趙律師 馬上跟我排期相關 媽媽,我想進來看看什麼都想 你們好,我叫方玲 不介意我在這裡給你意見嗎? 這是我的張卡片 方律師,其實你應該跟Hasel談談 如果繼續堅持不接受我們的意見 這宗官司繼續打下去 都是省省時間和金錢 我很認同趙律師你的說法 如果梁堅在電台上說的說話 涉及誹謗 他就應該賠償給林先生 他說商界人渣,只有這四個字 你知不知道我失去了多少錢? 其實剛才我也看過梁先生的影片 不過我很多事都不知道頭不知路 林先生,你可否解釋一次給我聽 我和那個朋友 投了國外一個大型基建來發展 他那個朋友就是我了 半年前我和他夾粉海南島 投了一宗工程做 誰知當地的政府就不批排給我們 你知不知道我不見到多少錢 你怎麼形容他? 說說商界人渣 我現在完全明白了 這四個字很明顯是構成誹謗 不過這樣,林先生 你真的這麼肯定梁堅說這四個字 真的在說你? 不是說我說誰嗎? 方律師,你不是梁堅的代表律師 你沒權留在這個護士室,請你離開 你可以當我是Hasel的助手 我自己想提醒林先生 你可能是比錯可情 梁堅說的商界人渣根本不是說你 今天早上我剛收到一個客戶的查詢 他想我替他告一個叫梁堅的人誹謗 他說梁堅在電台上說他是商界人渣 不是吧? 我客戶告訴我 在兩年前他和梁堅夾粉 在泰國投標起高價 誰不知錢就扔了出來 高價起了一半 泰國政府突然間說法合約有問題 整個工程叫立即停止 梁堅以為我客戶跟泰國政府 去騙他錢 於是他當在很多股東面前 罵我當時人是商界人渣 當時聽到人大約三十人左右 我當時人說可以隨時找他出來做事 梁堅說的那個國外工程是泰國 不是海南島 他說的那個商界人渣是我客戶 不是你, 林先生 我想你們應該盡快庭外和解 不是上庭的話就很難下台了 小律師, 你好好跟當事人再談談 我想你問梁先生 索償一二百萬, 應該沒問題 Martha… 我跟希嫂想了一整晚都想不通 說你看一看資料, 跟梁先生談兩句 這樣就被你拆掉 做你的姊妹真是我們的光榮 話說回來, 你剛才說這麼大件事 究竟是真還是假的? 有些真有些假的 你說那個客戶呢? 真的? 他們的工程真的爛了沒有? 也是真的 之後就跟梁堅反面了 真的? 所以就找你告梁堅? 現在是假的 但不排除張文可能是真的 那梁堅有沒有真的罵會商界人呢? 你現在看TVBUSA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subscribe啦